平时读书 看报 写文章 都离不开汉字 你对汉字有哪些了解 汉字产生于几千年前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 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 沿用至今 汉字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之一 曾对周边一些国家的文化 产生过重要影响 汉字书法是一门独特的艺术 古往今来 我国涌现了许多著名的书法家 他们的书法作品是艺术中的真品 听了这些介绍 你一定想更多的了解汉字吧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第三单元的学习 一起感受汉字的趣味 了解汉字文化 并为汉字的规范使用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本单元是一个综合性学习单元 先请同学们自主地浏览本单元 了解本次综合性学习的主题 活动组成 以及各部分有哪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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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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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活动板块都安排了活动建议和阅读材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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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读好了吗 他给了我们哪些好的建议呢 其实这份活动建议主要为我们呈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这是本板块的大致步骤建议 主要包括了组建活动小组 讨论活动内容 制定活动计划 具体开展活动计划 还有提示同学们参考阅读材料 这一部分主要提供了两个活动任务 供大家自由选择 第一项是收集字迷开展猜字迷活动 第二项是收集体现汉字特点的材料 举办聚位汉字交流会 同学们这就是我们这一次活动的两个主要任务 这一部分呢 它是以图表的形式呈现了收集资料的三种基本方法 并从收集资料前的准备 收集时的筛选等方面梳理出了每一种渠道的两个不同的要点 不难发现这个活动板块内容丰富 本节课老师将带领同学们借助书上的阅读材料 一起来讨讨论可以从哪些方面来了解汉字 选定活动任务 并制定一份活动计划 下面呢 就请同学们将书上的44页至46页的阅读材料 读一读 读之前 老师还想提醒大家 不同的阅读材料 阅读方法也不一样 比如字迷七则就可以一边默读一边来猜 有意思的谐音可以朗读出来感受谐音的趣味 有趣味的形声字可以一边读一边画出重要信息 了解形声字的方法 同学们开始阅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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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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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由米面和米底组成 一般只呈现米面 不呈现米底 这些字迷你们都猜出来了吗 我们来听听这几位同学的发言 第一则米底是日子 米面呈现了日的字型特点和意义特征 第二则米底是做 米面的这四句话都表现了做的字型特点 第三则米底是也 这则米面巧妙借用米底也 作为一个汉字部件 加上不同的部件 组成不同的汉字 第四则米底是口 米面通过对比几个汉字的部件的一同 引出米底口 而且我还发现 这四则米语都属于文字米 我发现第五则和第六则都是画谜 第五则米底是修 画中的人靠在树上 从字型上看 左边人 右边木 合起来是修 从字意上看 人靠在树上是修洗 第六则米底是痘 画中的中面显示十二点整 十加两点正好是豆子 我发现第七则是个故事迷 谜底是墨 水墨画的内容是黑犬 从字型上看 黑和犬合起来是墨 从字意上看 年轻人小而不达 正是墨 同学们发现了吗 猜谜是有方法的 比如猜字迷就可以利用 加一加 减一减 合字法等方法来猜 画迷先要把图读懂 然后将图片信息 与字型结构结合起来猜 而故事迷的谜底 就隐藏在故事的内容中 所以读懂故事是关键 老师这里还有几则字迷 同学们一起来猜一猜 第一则 千里挑一 百里挑一 是什么字呢 是的 谜底是薄 千里挑一 就是把千字里面的这一横 挑出来 也就剩下了单人旁 百里挑一 就是挑出百字里面的 最上面这一横 剩下了百字 把二则加在一起 就是脖字 第二则 左边绿 右边红 左右相逢 起凉风 左边喜欢及时雨 右边最怕 水来攻 猜出来了吗 谜底是秋 左边绿 右边红 初步判断 它们分别是 和与火 左右相逢 起凉风 进一步确认 是秋 左边喜欢及时雨 是在重复强调和 右边最怕水来攻 是在强调活 二则加起来 就是秋字 我们再来看一则 字迷故事 请同学们 先读一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读一读 启点赞 订阅 赞 订阅 书 对 了 吧 姐 启点赞 非常 褶子 是 你 不吝点赞 才是 就 在兰 竹子说了些什么吗 是的 那是因为砍了树后 院子里就剩下了人 于是变成了球 球比棍更不吉利 你猜到了吗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听 其他同学的发言 看看他们从其他的阅读材料中 又有哪些发现与收获 我发现门内天活字 这套阅读材料 讲的是发生在曹操和杨修之间 一个和字迷有关的故事 曹操用门里加个火 表达自己的想法 而杨修通过字迷 成功解读了曹操的心意 这个故事让我对阔子印象深刻 门内天活就是阔 这样记字真有趣 我发现有意思的谐音中的五条歇后语 巧妙地利用了汉字谐音的特点 前半部分是影子 后半部分像谜底 利用后半部分的谐音来表达意思 幽默风趣 含义深刻 另外我还发现 琵琶和琵琶 这个故事中 琵琶和琵琶 音同字不同 意思更是相差万里 一个是水果 一个是乐器 这样的谐音错误 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啊 我觉得有趣的行生字里 介绍的造字方法特别有意思 我还知道了行生字有两种造字方式 第一种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增加身符 第二种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增加行符 我们中华汉字真是历史悠久啊 同学们通过书上这五篇阅读材料的学习 不难发现汉字的趣味 与汉字的音形意 有着密切关系 相信也进一步帮助了同学们拓宽了选择活动的思路 请你根据自己的兴趣 在猜字谜和区位汉字交流会两项活动中选择一项 作为自己的活动任务 搜集字谜的可以根据文字谜、画谜、故事谜等不同类别来找 搜集体现汉字趣味的资料 可以查找体现汉字特点的古诗 先后语、对联、故事等材料 要注意有趣味 不要只找体现汉字知识的材料 本次综合性学习需要以小组合作的形式来完成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设想来组建小组 各小组需要推荐一名组长 每位组员要承担相应的任务 分工同时还能够合作 在组长的带领下制定出一份活动计划来 老师提供三个步骤建议给同学们 第一步、讨论确定组员的分工 第二步、讨论确定活动时间、活动流程及展示方式 第三步、讨论活动计划 选择拆字迷的小组 可以每位组员承担一类字迷的收集 选择趣味汉字交流会的小组 可以全组针对一类资料收集 也可以由一个组员承担一类资料的收集 另外呢 老师这儿有两份活动计划的范例 供同学们参考 这是一份具味汉字交流会小组的活动计划 主要包括了活动的时间、内容、过程 以及分工这四大块 这份活动计划就是围绕 具味汉字交流会这个大的活动任务 由组员各自承担一类资料的收集 做到了分工协作 这份活动计划跟上一份计划一样 选择的任务也是关于具味汉字交流会的 不同的是 这份活动计划选举的任务范围更小了 小组呢 只聚焦股师这一类任务展开资料的收集 同学们可以根据这两份活动计划的范例 制定一份你们小组的活动计划 制定活动计划后 各小组紧接着应根据活动的需要 有目的地去搜集资料 书上43页 就给出了三种搜集资料的常用方法 分别是查找图书、网络搜索和请教别人 常用的这三种搜集资料的渠道 有着不同的特点 适用的范围也不一样 查找图书可以获得更为全面、权威的资料 网络搜索方便、快捷 需要通过交流互动打开思路 就可以采用请教别人的方式 接下来 老师就以搜集体现汉字特点的故事为例 指导同学们在图书馆怎样来查找资料 关于查找图书可分为三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 同学们先想一想自己家中是否有这一类的图书 如果有可以直接使用 如果没有 那么可以去学校的阅览室或附近的图书馆或书店 第二步 在家长陪同下到图书馆或书店去查找 可以到语言类或文化类书柜上去找 也可以在工作人员帮助下进行电脑的检索 找到相关图书的准确位置 第三步 可以根据书名目录内容简介等初步判断书中是否有需要的内容 如果书名中有汉字故事 趣味汉字等字眼 或内容简介中有本书重点介绍了一些汉字的趣味故事之类的内容 那从这本书里搜集到所需材料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下面老师再以搜集体现汉字特点的股诗为例 来指导同学们怎样利用网络来搜集资料 我们先要打开电脑浏览器的搜索界面 输入关键词汉字特点的股诗 进行检索 点击进入 接着同学们要仔细查看搜索到的这些条目 发现一般会显示完整的标题 文章发布日期 内容摘选等 然后浏览这些内容 大致判断该条目下可能包含哪些资料 找到合适的条目 点击进入 就可以找到所需要的资料了 同学们 如果打开多个链接 仍然找不到有效信息 可以调整关键词 重新搜索 打开链接时 要注意网络安全 抵制不良信息 在这里呢 我还要特别提醒同学们 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要根据内容结合现有条件 选择合适的搜集资料的渠道 第二 要从搜集的方向和内容中 提取关键信息 进行精准查找和检索 第三 为了让搜集的资料更加完善 可以将三种渠道结合起来使用 同学们 今天这节课 我们首先研读了活动建议 明确了活动任务 学习了如何来制定一份活动计划 并掌握了几种搜集资料的基本方法 课后 就请同学们 以小组为单位 制定一份活动计划 初步完成资料的搜集整理 并在班上开展相应的活动 同学们还可以对照这张评价表 对自己和同学在活动中的表现 进行评价 好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